当播足球快讯 2021年4月14日,曼城食硬多蒙特 邮冠半准决赛次回合 在星期四凌晨继续上演 届时曼城将远赴德国挑战多蒙特 在上周中进行的首回合中 巴黎圣日耳门、车路士都获得客场胜利 并骗有至少两个继续客优惠 基本半边脚踏入了准决赛大门 同时黄马主场三比一战胜利密普 晋级可能性都好好大 而对于南月亮来讲 首回合主场二比一 绝杀大黄蜂 这个比分并不够保险 所以在很多球迷眼里 今次曼城客战多蒙特 成为八强战元念最大的比赛 首回合较量各项数据对比 回估首回合较量 曼城先由迪布尼打破僵局 紧接住好长一段时间 双方互有攻守 但依旧未有改写比分 直到84分钟时 马高雷斯破门 为多蒙特攀平比数 一度看得赢波的曱光 然而中场前几队门前失手 非以科顿射入绝杀球 最终曼城有惊无险逃过一劫 数据方面 曼城控球率为61.5% 拦截成功11次 各球4个 共11次射门 5次中龙 多蒙特控球率 为38.5% 拦截成功13次 各球2个 共7次射门 3次中龙 这次双方阵中之声 赛后评分最高的球员 为菲尔科顿 和马高雷斯 联赛局势 助惯了以亚哥的位置 多蒙特换了口味 球队今季联赛表现起伏较大 但联赛形势 比大黄蜂好太多太多 目前蓝月亮在多踢一轮的情况下 领先次值曼联11分 外界一致认为他们 将会赢到英超冠军 只在时间上的问题 所以显而易见 曼城可以全身心投入到欧冠当中 而且相对于联赛冠军来讲 主帅哥迪奥拿更是希望能在欧冠赛场证明自己 赞众球员 对于这项赛事的渴望 掩然不是大黄蜂可以比意的 正如以上所讲 多蒙特近期的状态并不好 上轮对镇史特加 要不是下半场凭住比宁咸 马高雷斯 和纽雅夫的出息发挥 最终好大可能又遭遇一场败仗 值得留意 大黄蜂十场联赛败仗 都是上半区队伍中最多的 这个还不是最关键的地方 最令人担忧的是夏兰特的状态 之前回到国家队中 这位挪威新星 好像失魂那 包括国家队在内 他已经连续多场没有入波进场 相信球迷亦看到 如今各大新闻平台都报道 巴塞 拜仁 曼联 甚至是今次对手曼城 都在那里拉拢夏兰特 看来转会传闻 对他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 今仗夏兰特能否尽快 丢掉包袱 和马高雷斯 纽雅夫达 建成最有力的进攻组合 将会决定多蒙特最终 可不可以翻盘的关键 阵容方面 包括前锋即顿新组 莫高高 和中场位数在内的多名球员 因相缺陣 正所谓有压力 才有动力 现在的曼城 就处压力之中 哥迪奥拿的球队 始终无法打破欧冠这个窗户子 作为现在最具智慧 和创意的主帅 哥迪奥拿总是在欧冠关键比赛里 设计新的阵容和思路 加上像史特宁这样的快乐前锋 不停挥拂机会 导致曼城之前 无法在欧冠关键战中取得突破 现在一切利好信号 纷纷只向曼城那边 其一系作客无得怕 上一次南月亮作客 输球还要追溯到去年 目前以豪取客场 各项赛是14连胜 还要连续17场客场不败 其二 曼城最近客场能连战连胜 是建立在强硬防守之上 期间他们甚少有单场失波 达到两球的长次 目前已连续5个客场拿到零风 其三 曼城得分点较多 迪布尼 马列斯 跟道贱 同飞尔科顿等人 今季表现不错 并且最近都有波入 中上所述 除非曼城今铺攻防两边全面打火 顺利赢波问题 应该不大 你听着的是安波足球快信 多谢你的支持 立即下载M直播 随时随地在手机自在看波